另外来关心车的特恩组争办了贬家避案 现在又传出了有大动作了 在今天初刊的周刊是指出了 特恩组将贬家子女包含了陈信中陈信宇以及周见明 还有其101董坐陈敏勋都列为未证案的被告 周刊指出了特恩组检察官证为陈信宇在作证的时候扯谎 还把司法放在眼里 包含了问他说无警帽在新加坡荷兰银行开设的账户 受益人签名的自己明明就是陈信宇本人 但他依旧是睁眼说沙话 让特恩组的检察官因此这个也觉得不可思议 而陈信宇呢举凡了像报税啊洗车子啊机票啊签证费用 甚至儿子的满月油份全部都是使用国务交费 陈信宇却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随护 开访组交担心陈信宇如果取得了美国牙医执照 移居到美国 那么在未来就会变成贬家处理海外资产的国旗